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 TypeScript里面 Interface接口这个概念 首先跟以前一样 我在TypeScript的目录下 创建了一个demo.ts这样的文件 我们先来定义两个方法 我们叫做const getPersonName 它是一个函数 OK 它会接受一个person 然后尝试打印person的name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方法 const setPersonName 等于person 然后我们去指定 person.name 等于 第二个下数 我接一个传过来的name 这是没有用TypeScript这样的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其实会有些问题 我保存一下 什么问题呢 假设你person传进来的是一个undefined 那么整个语句运行的时候就会报错了 所以引入TypeScript的时候 我为了避免错误 让person里面一定要有name这个属性的话 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给person一个类型注解 比如说它呢 得是这里写一个括号 person的类型里面 必须得有一个name是string类型 下面呢也是一样的 name是一个string类型 然后后面的这个传入的name值呢 它也是一个string类型 我们写上去 写到这儿呢 大家会发现 person这个变量啊 无论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其实呢 它都是和人相关 人呢 都必须得有一个名字 这块呢 把namestring我写了一遍 这块又写了一遍 实际上这种术语结构 我们可以在上面定义一次就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interface 去来定义这样通用的类型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person这样的类型 它呢必须有一个name是string 然后下面呢 就可以把这块的东西 变成一个person 所以有通用性的一些类型的集合 我们可以把它用interface去表示出来 聪明的同学可能会想到 之前我们还学过一个叫做 类型别名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这定义一个 比如说person一样 它等于一个这样的对象 里面name的类型是一个string 那其实我这写一个person一 好像也没问题啊 那type类型别名和interface接口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俩的区别不大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typeperson一 这个类型别名 我可以直接给它一个string 也就是person一 现在它可以代表string 但是interfaceperson 它就没办法去代表一个string了 它只能代表一个对象 或者说后面大家会学到 它只能代表一个函数或者对象 但它没法直接代表这种基础类型 所以类型别名和接口 还是有区别的 在type scripts里面 通用性的一个规范就是 如果能用接口去表述一些类型的话 我们就用接口去表述 实在不行 我们才用类型别名 保存一下代码 我们接着继续来写 在下面呢 我们去调用一下这两个方法 我们定一个constperson 等于它有个name叫做del 没问题 然后呢 我去调getpersonname 这块其实我可以给它一个void返回值对吧 下面可以给一个void 把person传进去 setpersonname 把person传进去 都没有问题 setpersonname 大家看 现在提示我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 它接受两个参数 它会提示 你第二个参数 没传一个stream类型进去 所以我可以传一个lead进去 就不会报错了 现在呢 type script认为我的代码是正确的 因为我传的都是一个符合它的接口要求的一个person对象 它里面有name这个属性 假设啊 我这时候 在这里要求person 还必须得有一个age是number 下面大家说会不会报错 肯定会报错了 它提示什么呢 它其实说 你这个传给getpersonname这个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它里面呢 是一个person类型 得有一个age这样的属性 但很显然 你现在这个person是没有age的 所以这块呢 要解这个问题 你就必须传递一个age 进去 它就不会报错了 好 但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说person这个接口 对应的这个person变量 有的时候 我希望它里面有一个age属性 但有的时候 如果没有也行 也就是说这个person对应的age 可有可无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但现在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就要求person类型一定得有一个age属性 它的值一定得是number类型的 所以假设你不写就会有问题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应的变量里面 它的一个属性可有可无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怎么写这个接口的语法呢 我们可以在age后面跟一个问号 意思就是person类型的数据 它里面必须得有一个name属性 但是这个age属性可有可无 所以你看现在 我去往getpersonname里面 传一个person变量 这个person变量里 没有age 也能通过类型教验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age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你这里没有age 也OK 继续我们再来看了 我们说 还有一个语法 叫做readonly 我们可以在这种接口属性的前面 加一个readonly readonly在英文中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意思是不是指读啊 我的这个name属性 你未来去用 只能够去读它的指 不能去写它的指 所以当我把它改成readonly之后 person.name 当我尝试对这个person类型 对应的变量里面的name这个属性 进行复值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错误说 name是readonly类型的 你不能往里去复制 你只能读 好 这就是readonly这个修饰符的一个作用 我注视着 我这里还是写一个name string 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继续往下去说 假设呀 我person里面 现在有name没有age 我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sex 我叫male 报不报错呢 实际上它是不报错的 这个时候呢 person里面有name有sex 它呢 和这个person类型能不能匹配上呢 就是person类型要求你的传统的参数里面 必须有name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现在我确实有name属性 那我多了一个sex属性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假设我把这个语法稍微变一变 大家仔细来看啊 一定要仔细看 我把person这个字面量 直接写在getpersonname这个方法后面 它就会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大家看啊 它会说 你现在person类型要求你里面只有name这样的一个属性 但是呢 你多了一个sex这样的属性 它会报错 我们说刚才我直接传person 它是不报错的 再来看一遍 我后退 直接传person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我通过把person写成一个字面量的形式 传递给这个函数 它就会报错了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我以字面量的形式 直接去传递一个对象 给一个变量的时候 这个时候type script会对这个对象进行强调演 也就是说啊 person类型要求你有一个name属性 不能有其他的属性 age是选甜的 那如果你多传递一个属性 它就一定会提示错误 但是如果你不以这种字面量的形式 直接传递这个对象 你能用一个变量 稍微缓存一下这个变量 再往里面去传一个缓存的变量的时候 它呢就不会这么严格了 它会说 只要person你具备了这个person类型里面 该有的东西 你再多出一点东西 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type script这个教研的特性 大家一定要掌握 不然的话后面你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它和对象字面量直接复制有关系 那接着呢 我们继续来讲啊 我呢还是说直接传一个字面量进去 它会提示啊 你这样传不能传sex 好 但是我知道person这个类型 这两个参数啊 可能未来是要有的 但是其他额外的参数也可能有 比如说sex这样的参数 未来也可能有 我不确定 但如果直接这么样这么去写 我现在会报错 我怎么可以修一修呢 我可以这么去写啊 我可以在这儿写一个 prop name 往后string 会跟一个ending 它的意思是 我person这个接口 或者说这个类型 它里面有name 有age 没关系 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 我还可以有其他的属性 属性的名字是一个 自不串类型就行 属性的值可以是 任何类型 那现在 我们再来看下面 就不会报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传入这个对象 现在符不符合 person 接口的要求啊 是符合的 首先它有name 和我强制性要求的 这个name匹配 同时我多了一个sex 这样的属性 下面我告诉你 person里面 多出其他类型的属性 也是ok的 所以你这块 多传一个sex 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那接口里呢 不仅你可以存这样的属性 和它对应的类型 你还可以存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觉得一个person呢 他应该会说话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say方法 它的返回值呢 我要求它是一个string类型 也就是说一个人 他里面得有这些属性 同时还得有一个方法 叫做say 现在下面就会飘红 说什么呢 说我传入的这些对象也好 这块我稍微改向 改成person 我传入的这个person对象 它和person这个类型不匹配 哪里不匹配呢 它缺少一个say方法 那我就来加这样的一个say方法 所以这里面我只要加一个say 让它的返回值一定得是一个 如果没有返回值 你发现它也报错 因为我要求你say这个方法 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 所以这块你要return一个 say hello 就OK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接口里面除了有属性 还可以有方法 当我们去使用一个lay 我们换一个语法 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语言中 会有lay这个概念 或者说在ts里面 包括es6里面 也有lay这个概念 那lay呢 实际上是可以应用接口的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constuser implement person 它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是在用一个lay 去应用这个person的接口 当lay去应用接口的时候 就要求lay里面 必须具备接口里面的这些属性 它必须得有一个name age可以没有 这个procname也可以 其他的属性可以没有 但是它必须得有name和say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user 他就报错 怎么能解决这个错误呢 就要给他定一个name string或者name 直接给他一个初始值 等于del 还缺一个什么呀 还缺一个say方法 我们return一个 hello 当你把name和say定义在lay里面 变成lay的一个属性之后呢 它和person就能匹配得上了 所以一个lay如果想去应用一个接口 那它的语法实际上是implements这种语法 也就是一个lay应用了一个接口之后 这个lay里就必须具备这些接口里存在的属性 否则的话这个lay就会报错 继续我们再往下讲 我们说接口实际上还可以互相之间进行继承 在这里我再定一个interface 叫teacher 然后呢我让他extends person 老师呢继承了person下面所有的属性和方法 同时他还得有一个自己的方法叫做teach teach的反馈制也是一个string 那假设我把setperson name这块person的类型改成teacher 大家会发现往下翻 你setperson name传一个简单的person就不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person它的类型是teacher teacher它是继承的person 也就是它要求你必须得有person的这些属性之外呢 还得有一个自己的方法叫teach 但很显然你这个person变量里有没有teach这个方法 是没有的 怎么才能让他不报错呢 你加一个teach方法 return一个teach return一个字符串 随便一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person传递过来 它的类型是一个teacher类型 我们看啊 首先它有name 有say 有teach 也就是满足teacher所有的要求 那它当然就不报错了 讲到这里大家还记得吗 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说接口除了可以定义这种属性方法之外 其实它自身呢还可以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interface 我们叫做sayhi 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块呢我们写一个括号 你传入什么呢 你传入一个比如说叫word 类型是stream 然后你返回也是一个stream类型 像这个时候你这种语法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是在定一个函数的类型声明 也就是接口能够代表一个函数的类型 这个函数的类型叫做sayhi 这个函数呢必须得接受一个stream类型的参数 同时它的返回值得是一个stream类型 那我们用一下这个接口啊 我们定一个cost 叫say这样的一个方法 等于这样的一个减端数 没问题 那这个函数呢它的类型 我们就可以用sayhi来给它做一个类型 发现这个时候它会报错 为什么报错呢 因为sayhi要求接收的必须是一个stream类型的参数 所以我可以接受一个比如说word 同时要求我必须返回一个stream类型的值 然后返回word就可以了 当我这么去写 它就不会再报错了 所以这个知识点大家也记住 其实sayhi 也就是用interface 我们还可以定一个函数类型 当然interface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些书组这样的索引类型 这块的东西呢 大家后面可以自己翻一下interface相关的文档 自己去看一下就好了 但是在应用之中呢 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还是上面这种interface的使用结构 像这种函数的定义 包括索引的定义 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 大家自己去翻阅文档就可以 回过头来 我们复习一下这节课我们讲到的知识点 并给大家写一个注释 首先我们说interface和tap相类似 但并不完全一致 这点大家要记住 那interface里面我们可以定义属性 那属性后面更一个问号 表示这个属性可有可无 那额外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用profname string后面更应ending的形式来去定义 也就是说除了其他的一些属性和方法之外 我还可以接收其他任何的额外的属性都是OK的 用这种语法 那readonly指的是 我这个属性只能读不能写 say表示接口里面得有一个方法 好后面跟着冒号string表示这个方法的反馈 这只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 那接口实际上它可以继承 也就是一个接口可以继承另外一个接口 那就要求这个新的接口里面 有老的接口里所有的东西 还得去有自己的新的东西 接口除了定义这种属性方法之外 还可以直接去定义一个具体的方法类型 它的语法是这样子的 大家记一下 在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了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里面就没有什么具体可讲的了 其实就是我们接收的这个参数 它的类型得是一个接口类型 一个是person 一个是teacher 再往下翻 我们给大家讲到了 一个类想去使用一个接口 做类的一些属性约束的时候 它的语法是implements这种语法 最后我们去通过say hi 这样的一个接口 约束了我们的一个函数 所以这节课的所有内容差不多就这么多 基本上涵盖了type script里面 接口相关的核心知识点 最后呢 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去写这种接口的时候 type script最终会把它编译成javascript 那接口的语法会编译成什么样的javascript语法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打开我的控制台 在控制台里面我们清一下屏 然后呢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我运行tsc-init 这个命令呢会把我的这个工程呢 初始化成一个tapscript对应的工程 里面会多一个tsconfig.json这样的文件 这里面呢会有一些配置啊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这些配置的作用 OK继续 我呢想把demo.ts编译成原生的js代码 该怎么做啊 tsc 然后我们运行demo.ts就可以了 回撤 好 它会把一个不能够在浏览器 或者不能在这个node环境直接运行的代码 编译成一个js的代码 编译过后的代码 我们仔细来看 这里面有没有任何和interface相关的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person 就是对应的我们这个定义的这种变量 然后呢两个方法也都有 但是方法的参数里面 接口或说类型的东西全部都没了 而且接口也没有被转化到这个方法里面来 那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就应该理解啊 接口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开发的过程中 TypeScript帮助我们做语法提示的一个工具 真正进行TypeScript编译的时候 编译成js代码的时候 TypeScript会把ts代码里的接口这块的内容 包括类型这块的内容全部剔除掉 所以接口只是一个TypeScript 帮助我们做语法教验的工具 它并不会真正的变成JavaScript的代码 这是最后一个我要给大家讲的知识点 那这节课程就这么多内容 大家加油